江財油梗進來學超能力 不少人在討論當你賣房的時候 要如何節省賣房的稅金 讓放入口袋的錢錢變得更大 很多人就說那就交給房仲嗎 我告訴大家要出去的錢 真的要來好好的了解一下 今天一一交戰 首先賣房的大筆費用 包含像是仲介服務費 根據內政部的規定 賣方的仲介費會收4% 通常不建議你砍仲介服務費 因為合理的費用才可以得到賣力的服務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土地增值稅 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大筆稅金 因為基於土地的公告限制來計算 稅率分為20% 30%跟40% 持有的時間越長稅金就會越高 好那你就會問了 那這樣到底要怎麼節稅 你可以用自用住宅 一生一次10%的稅率 如果是重劃土地 第一次移轉的話 還可以減徵40% 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位李先生 他賣出居住多年的透天錯 本來想要使用自用住宅 一生一次的優惠稅率10% 但是問題就出在 他要賣的前一年 就租給了公司行號營業使用 你知道嗎 這樣就不是用自用住宅 一生一次的節稅方式 所以他只好用一般稅率20% 要來繳土地增值稅 稅金暴增了兩倍 另外賣房要花的小額費用 還包括哪些呢 代書費大概兩到三萬 這裡面其實還包含了 像是實價登陸費 銀行履約的保證賬戶費用 另外要特別要講的就是 房貸提前清償的違約金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綁約期之內 提前還清房貸了 那你可能就要負擔違約金囉 而且這個幅度大概是0.5% 至0.5%到1%的清償違約金 好那其他還有其他的這個細節要注意嗎 我們把時間交給退休理財顧問 廖家宏請說 有民眾賣屋後才發現 除了银鋪的重結費 還有高額的稅金 原來賣房不只要關心賣家 還需要事先做好規劃 才能讓自己賣房後 放入口袋的錢 變大變多 那麼賣房到底需要有哪些費用 如何才能夠合法省稅呢 多數的人 一生當中賣房屋的次數並不多 不了解是正常的 首先賣房大筆的費用包含了 仲介服務費 土地增值稅 還有房地合一稅 小額的費用包含了 代書費 實價登陸費 銀行 履約保證賬戶費 圖銷登記 房貸提前清償的違約金 首先就讓我們來聊聊 仲介服務費 首先 根據內政部的規定 買賣雙方的仲介服務費合計 不得超過成交價的6% 通常賣房收4% 買房收2% 而土地增值稅是其中 不可忽略的大筆的稅金 土地增值稅是基於土地的公告限制來做計算 稅率分為20% 30%和40% 通常是持有期間越長稅金就越高 節稅的方式包含了 自用住宅 一生一次的稅率10% 一生一屋的稅率10% 重購退稅 還有就是 重化區的土地第一次移轉可以減增40% 曾經有民眾賣屋的時候想要使用一生一次的 優惠稅率 但是因為他出售的前一年租給了公司行號營業使用不符合條件 結果呢 土地增值稅就暴增了至少兩倍起跳 民眾想要減輕土地增值稅 有一生一次和一生一屋 這兩個的優惠方式所需要條件不同 一生一次的條件較為寬鬆 只要出售的前一年無營業或出租 再加上土地所有群人配偶或父母子女出售前有涉及 就能夠在人生重要的禮藏碑得到一次土地增值稅的減免 但是顧名思義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 如果曾經是用過一生一次以後 可以再申請使用一生一物的優惠稅率 但是他的條件就較為嚴格了 要同時 合合四大要件 首先就是土地所有群人和配偶未成年子女在出售房子的時候 除了這間出售的自用住宅外 沒有其他的房子 那第二個條件就是在出售土地的時候 土地所有群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必須在該地設有戶籍 並且符合自用住宅連續六年 同時在出售的前五年 土地不得用於商業用途或出租等其他的目的 另外也含有面積的限制 如果房產所有群人使用了一生一次 又不符合一生一屋 那或許可以考慮夫妻之間 贈予免稅可以移轉到另外一方還沒有使用過的 那再次來使用一生一次來進行徒增稅的結稅 如果民眾是患屋族 也可以使用重購退稅 重購退稅的重點是 在出售前兩年 再次購入自用住宅 而且所有群人是同一人 了解法令並且善用 可以幫助我們減輕稅務的負擔 讓我們賣屋的實際收入變大變多 然後我們賣屋的負擔 無人負擔